人龙混杂的棋盘势力,男人们正在抽烟打牌,乔乔拿过宾哥嘴里的香烟,洗碗后蒙咬宾哥脖子一口,向在场各位宣布主权,她是大哥的女人。 和宾哥交往三年,乔乔空有名分,没捞到多少好处,宾哥开皇冠轿车,他每次都坐出租汽车,只不过大哥的女人不用给钱,乔姐心善常打赏司机。 矿局挺工,乔乔父亲的工作受到影响,铁饭碗又摔碎的一天,职工食堂都承包出去,他爸住的宿舍可能也住不了多久,人们纷纷谣传,每一款工人都会去新疆采石油。 乔乔问宾哥,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?宾哥只是告诉乔乔不要轻信谣言,对他话兵许诺,只是一栋房子分分钟解决。 宾哥业务很广,棋牌室,KTV,敌厅,平时只需要看看厂子,维持秩序,难摆平的是再请官二爷出山,给手下马仔洗脑着江湖道义。 香港电影这边放,他们就在山西那头献学献卖,整个道上都很吃香港黑帮那一套。 他们把电影搬进现实,这群地头蛇在大同混搭出一个内地版的绝命江湖。 这是宾哥的江湖世界,在他最得势的时候,他有一只江,谁不服他避了谁,黑白两道都对他领域有加。 但现在社会变了,原先的江湖道义就开始土崩瓦解了。 晚上,二哥来找宾哥办事,敌厅里全是宾哥的马仔。 宾哥刚拿出烟,马仔就把火递到了宾哥面前,好大的派头。 虽然二哥身退江湖,但宾哥对他礼让三分,自个儿花着火柴点起了烟。 二哥求他办的事,宾哥一清二楚,有人做局造谣二哥房子闹鬼,他有的是手段摆平。 但第二天清晨,二哥被捅的消息就传到了宾哥的耳朵里,一群小年轻趁二哥喝醉来寻仇了。 如今,新帮派崛起,新旧势力更替,二哥虽然已经退隐江湖,却还是死在江湖人手上。 一众大佬回吾而坐,放下狠话,抓到凶手要将他千刀万挂。 宾哥打点警察,悄悄安抚二嫂,然后焚香叩手,让二哥生前最宠的二奶跳国标舞给他出殡。 传统的葬礼上平添了几分时髦气息。 山雨欲来,封满楼,二哥的死只是江湖权威更迭的起点。 悄悄感到不安,他怕宾哥会步二哥后尘。 跟他说,我们去一个新的地方,咱们坐上一个买卖,好好过日子。 但宾哥岂能轻易收手。 不料豪言壮志后,被人一闷棍打倒赛地。 悄悄叫了马仔,没一会儿就把肇事者带到宾哥的场子里。 他们被打得鼻青脸肿,宾哥对他恩威并施。 拍拍他的胳膊说,年轻有为,皮肤岂能汗数,这道上就没人敢正面袭击他的。 矛头小子布置天高地后,挥挥手放走了他。 然后晚上走局,摇河新成员观摩香港电影,系统学习什么是江湖侠义。 几天后,宾哥处着拐棍和乔乔来到火山边打枪。 乔乔问,燃烧后的火山灰是最干净的吗? 宾哥心不在焉地说,有可能。 随后感慨,这鬼地方成了炮灰都没人知道。 宾哥拿出枪,以前他手握生杀大权,黑道之中无人敢惹。 但现在公安局严查,非法吃枪,宾哥不再有绝对手段震慑黑道,江湖地位岌岌可危,随时会被年轻人掀翻在地。 俏俏不爱缠河道上的事,他只想做宾哥身后的女人,先结婚,然后再过过安稳的日子。 但宾哥心里就只有动荡的江湖。 俏俏已然明了宾哥心意,接过他手中的枪,下定决心跟眼前的这个男人厮守过去的辉煌。 但俏俏不知道的是,即便他委屈迎合,两人之间也隔着一整片江湖。 江湖是他视同水火的情敌。 夜晚,俏俏坐在宾哥的皇冠上抽雪茄,两人打情骂俏聊得正欢,窗外传来一阵机车引擎声,原来是仇家寻了上来。 宾哥的皇冠被成群姐对摩托车团团围住,马载下车和拦路小年轻牛打起来。 双拳难敌四手,小年轻们把他扔在车窗上,挑衅缩在轿车里的宾哥。 宾哥面无表情,但毛巾缠绕的拳头早已杀气腾腾,隔出一拳就打碎了窗外匪徒的鼻梁,然后下车拳拳倒肉,撂倒了一众年轻人。 宾哥占据上风,但没多久,他们集结起来一拥而上,拿起铁锹将宾哥如蟑螂鳥虫般拍打。 宾哥逐渐招架不住,他们勒住宾哥将他的头往车前的皇冠标志上面一次又一次地撞。 宾哥倒在了乔乔眼前,伴随着宾哥的江湖羡慕,车内传来手擒上膛的声音。 乔乔对天明星救下宾哥,刺耳的枪声让这群疯狂的年轻人回归平静,化作鸟兽各自散去。 最后,他又在嘈杂的人群中向天空打第二枪,似乎在向众人宣告,宾哥的相互还在。 但新社会岂能容他们放肆,宾哥因剧中斗殴被判刑一年,翘翘独自扛下非法持枪罪获刑五年。 漫漫老狱,翘翘渐渐习惯自己的身份,从受人尊敬的嗓子变成遗传编号。 翘翘也习惯每日宿面朝天,穿着蓝色浴服进进出出,她的眼神不再伶俐,甚至待我几分期处。 她待人出狱后,从未探望过她。 五年后,翘翘出狱了,她坐上前往三峡的船,跨过江湖去寻找那个薄情男人。 不料一时疏忽,钱包被同方大婶给偷走了。 翘翘急火攻心,她挨个敲打方门,从船头寻到船尾,但大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如今的她,不再有马仔前呼后应,任谁都能欺负到头上。 就如同三峡水库淹没的旧纸,翘翘也被整个时代排挤在外,只能遥望着巴蜀无声哽咽。 翘翘将双肩包背在胸前,神情警惕地走进凤杰。 以前宾哥手下卑微的马仔,现在也摇身成为潮州商会的会长。 听说宾哥出狱后,在他手下谋活,翘翘便找上门去。 翘翘的到来让会长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应对,只说了一句,宾哥在忙发电厂的生意, 就借外出忙室开溜,把烂摊子丢给自己的妹妹。 妹妹说,宾哥不方便见他,自己就是的女朋友,这一切都是门后的宾哥指示的。 吃完闭门羹,叫着神情有些缓呼,他走在陌生的街头,听见不远处传来响亮的歌声。 行走江湖的艺人在露天舞台中央唱着《多少爱可以重来》,旁边的笼子观着一石一虎, 曾经森林的霸王也变为了城市的囚徒。 正如宾哥和翘翘,他接过艺人手中的花,继续没有目的地走。 直到看见有人举办新婚宴席,他才发现自己饿了。 临时学了句重庆话,假扮新娘同学混了顿饭。 乔乔似乎有所顿悟,虽落难江湖,但他还有谋略胆识。 千金散尽缓复来,很快他就抓到偷他钱包的大婶,取回了身份证。 还坑蒙拐骗,骗了一大笔钱。 这江湖路虽然走得狼狈,但乔乔生存了下来。 乔乔拦了一辆摩托车去发电厂打探宾哥消息。 路上瓢泼大雨,将他和司机困在桥下。 男人见色起义,想占乔乔便宜。 乔乔看出他的企图假意逢迎,让男人去远处看看有没有避雨的地方。 等着色迷心窍的男人信以为真后,他骑上他的小摩托蹬腿就跑。 他一路来到派出所,以兵哥家属为名,寻求警方帮助传唤兵哥。 在凤姐的小旅馆里,兵哥和乔乔四目相对。 兵哥尴尬,诺诺,前言不达后语。 乔乔说,我为你做了五年劳。 兵哥却背过身,跟乔乔讲他的江湖,说他满盘结束。 说出狱后,没有一个马仔看他。 无视乔乔的情意,委屈,还有不甘,还要跨火盆和他老死不相往来。 而这盆以前是兄弟们聚意食用来喝酒的。 当乔乔起身走开时,兵哥手指浅浅地弯曲了一下,却最终没有钻成拳头,也说不出挽留。 在企业化的时代,江湖上的一切都变了模样,即便还是乔取豪夺,但都变成利益的来与往。 兵哥踩空了几年,就跟不上形势了。 时间又过了十年,经历过大起大落,爱恨情愁的乔乔变成了乔姐。 她的故事拉开序幕。 乔姐回到大同,成了一家麻将馆的老板,也把过去的牛鬼蛇神组了起来。 她一身皮接纳了回归的兵哥,就像是一位大哥接回落魄的小弟。 此时的兵哥已经颓了,他坐在轮椅上, 形同枯杆,头发稀疏。 医生给他做针灸的时候,可以看见一根根分明的白发。 胡落平洋的难堪让兵哥难以忍受, 他尤其不能面对乔姐, 这个曾经依附于他的女人,如今混得风生水起。 兵哥把火发在领乔姐公子的职工身上, 似乎对方仍是他的马仔。 在乔姐的麻将馆里,他还故意找茬发难, 惹得对方要搬走他的轮椅, 最后让乔姐擦屁股。 也许时代根本就没有变,一切照旧是他变了。 他被打倒就一并不起,从狼变成了狗, 然后企图用这种任性的方法留住过去的时光。 他们再次漫步到火山旁。 兵哥问起乔姐,你恨不恨我? 乔姐回答,对你无情就不恨了。 兵哥继续追问,为什么受留我? 乔姐则更加平静地说,江湖上不就讲个意思, 不过你已经不是江湖上的人了。 不久兵哥走了,乔姐踹着木门, 怅然若失。 两人隔着一片江湖, 那是乔姐渡船涉过千山万水都寻不着的江湖。 也许他们从没有互相理解过。 乔乔挂念家庭, 结婚, 善老, 却偏偏爱上朝不律夕的浪子。 乔乔鸣枪入狱为爱牺牲的行为, 在兵哥眼中和兄弟情意无异, 只不过是为了让他东山再起。 纠葛的两人不断以情对异, 仿佛从没四目相对温情的时刻。 时代的洪流如同囚府夹身, 每个人都卸下光鲜变成甲乙丙丁。 江湖儿女, 爱恨情仇, 长叹一生。 在看客眼里, 不就是一卷交代, 一生唏嘘。